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天气越来越冷了 很适合喝一些汤滋补一下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超好喝的汤 不仅美味,而且营养丰富,酸辣开胃 保证您一看就会 这边我们准备一把木耳,加入白糖 把木耳抛开备用 接下来大碗中加入少许的食盐 再倒入多一点的热水 把食盐化开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块豆腐 豆腐最好选择嫩豆腐 这样做出来口感细腻嫩滑会非常的好吃 我们先把豆腐切成一粒没不到的薄片 再竖着切成条 切好之后装入刚才准备好的热水中 我们把豆腐放在盐水中浸泡一下 这样既可以去除豆腐中的豆腥味 又可以增加豆腐的润性 还可以保持口感嫩滑 做出来的汤也会更加的清澈 先放在一旁浸泡五分钟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胡萝卜 先写搭切成宝宝的片 再切成细一点的胡萝卜丝 也可以用白萝卜 现在也正是萝卜水内好吃的季节 搭配一点胡萝卜口感非常好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把金针菇 把金针菇的根饼这里切掉不要 然后我们来把金针菇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表面的泥土之类的 顺便把金针菇撕散开 这样方便烹饪 洗干净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把香菜 切成香菜段 不喜欢吃香菜的朋友可以省略了这个步骤 装入盘中 这边再准备一块生姜 切成薄片锅后切细丝 姜属于温热性食物 生姜除了是一个很好的调味料之外 它的养生功效也是很好的 天气冷时适当吃姜 对身体非常好 切好先装入盘中备用 泡开的木耳我们切成细丝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这边准备两个母鸡蛋 打入小碗中 用筷子把蛋液搅散开备用 小碗中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加入适量的香醋 把胡椒粉调花开 胡椒粉不要直接倒入锅中 不小心就会起一个个的胡椒粉团子 影响口感 搅拌开先放在一边 然后取锅烧水 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之后我们把金针菇和木耳放进来 敲水一分钟 先把金针菇和木耳敲一遍水 可以去除金针菇的异味和草酸 以及木耳表面的细菌物质 时间到后就可以控水捞出啦 不需要长时间焖煮 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另外往锅中加入清水 再次大火烧开 水开之后我们把生姜丝夹进来 搅拌开 这时可以往里边加入一下食盐增加底味 再加入少许的生抽调味 调一下汤底的颜色 接着放入胡萝卜 金针菇和木耳 大火煮一分钟左右 煮至胡萝卜断生 胡萝卜断生后我们把豆腐放进来 轻轻的用铲子搅拌开 使豆腐受热均匀 然后继续用大火烧开 水开之后我们往里边加入少许的水淀粉 把汤汁勾芡至浓稠顺滑 半碗的水淀粉我们可以分为两到三次加入 这样勾出来的汤汁会更好看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煮至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会儿我们把刚才准备好的鸡蛋液 从高处成细线状淋入 这样做出来的鸡蛋花会特别的漂亮 先不急着搅拌 等到蛋花定型之后 我们再用铲子轻轻推动 使蛋花散开 这一时我们可以把调好的胡椒粉倒进来了 香菜段也可以加进来了 这个料汁一定要在最后和香菜一起加进来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酸和辣 这样我们的酸辣汤才好喝 搅拌开 再煮30秒 这样一大美味的酸辣汤就煮好了 酸辣咸香的味道总是能让人胃口大开 而且营养非常丰富 夜晚下肚浑身冒汗 出碗汗之后觉得身体特别舒服 这款酸辣汤不仅适合冬天喝 春夏秋香气喝也很不错 能暖心暖胃 喜欢喝得快学学 一年四季都受益 酸辣汤入口 汤汁醇厚 木耳的脆爽搭配着鸡蛋和豆腐的双重滑嫩 酸辣的调味汁让人瞬间舍底神经 没有胃口的朋友一定要试试 吃的时候加些香油进去就非常的香了 可能有朋友会问 为什么酸辣汤的食材表里面没有辣椒呢 因为酸辣汤的酸四层醋 酸辣汤的辣则是胡椒粉 用辣椒提辣的 辣味会很重 又烫又辣吃起来会很不舒服哦 您学会了吗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记得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 感谢您的支持